音乐的辩论赛 它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概念 这个环节当中 真正我们得到最珍贵的 其实是每一个人的秘密 每一个人最 生命中 他最在乎的事情 甚至曾经伤害他最深的事情 虽然我没有最好的钢琴 最好的乐器 但它就是我最好的陪伴 我也想用我自己能力去保护他们 但是当你有一点点这个能力的时候 对方已经不在了的那个时候 我真的当时就是 能不能不要长大 很多的小孩 他们过得并不快乐 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就是当年的幸存者 妈妈为了你这家永远不会散 可是妈妈这房间隐瞒是伤害 大家真诚诚恳地 说出自己心中最渴望的那个答案 最真实的自己 所以我觉得今天也可以说是 创作人他们的一场告白吧 很棒很棒